打新疆藏奴 打乡奴 那肯定是第一个航乡上帝的那种人 但是呢 天安邦广场 我八九多四年 在那天度过了一个 运勇生团梦里 枪声一响 所有的梦 所有以前的想法 全部都破灭了 我再重新翻开历史 去看共产党 看我过去所做的一切 所有的一切 都是一切谎言 在笼罩着我 是我清醒了 刚才大家说到新疆 我在北京 我从来没有去过新疆 但是呢 我在隐隐绝约 被人家传染的一种印象 就是新疆人是混蛋 是坏人 他们在乎讲理 他们在侵犯我们 汉族人的各种利益 骂那个 其实 藏族人愚蠢愚昧 无知 没有文化 然后 北京人广 香港人叫什么 叫港怂 港员的叫港指 就一切的这种 烈士的这种称谓 就 反映出自己 好像是自高自大 实际上我感觉到 是一种非常自卑的心态 所以呢 共产党从始至终 在向我们民众 在灌输 传输这种仇恨 让他在实行暴政的情况下 由你们来拥护他 为什么我们要去打反对江族啊 藏族啊 就是因为他们坏 他们本身以前做过很多很多坏事 所以在我们实行 共产党实行这个残暴政治的时候 你们觉得应该啊 可以啊 没错啊 所以是这么一下 我们都 一直在谎言当中 没有清醒到认识到这种状态 所以我们才会产生一些 不明白的这种说法 这一方面呢 我们的信息非常不透明 他们掌握着所有的信息 他们掌握着事态 所有的这些情报 而我们呢 只是盲人摸马 盲人摸响 只是一人看到了一个部分 刚才有人说 从藏人的角度 或者从新疆人的角度 从汉人的角度 看这个问题 实际上我们要是 把所有的 所有的心向 摆露到我们面前 我们可能不会要 再有任何情意了 好 谢谢大家 你要让别的人一起来参与 很难 为什么 就是刚才说的 他们怕 他们没有信心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不能形成一种路径依赖 好像哦 你看香港都没有组织化 都扁平的 到时候 自生自发的叫自然秩序 自然会过我们的状态 那么我们大陆 也会同样的 有这样的一个一天 那么这样的呢 我个人觉得呢 是有点消极 所以我个人认为呢 我认为呢 组织化之所以是 中国民主转型的 一个必要条件 我觉得这么几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我认为组织化 是把弱小的分散的反抗力量 整合起来的唯一的方法 第二个 我认为组织化 是给国内的民众 那些潜在的支持者 鼓动他们风潮 鼓动他们统一行动的 一个必要条件 给他们树立信心 第三个呢 搞任何运动 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质支持 如果你没有一个 有点声誉 有点信用的一个组织 那么你是很难 筹集到资金的 搞革命 中国共产党 这么强大的一个政权 它拥有多少 手上多大的资源 我们如果没有一拼一招 没有一分钱 没有一袋粮 我们怎么可能跟他共同 那么要 哪怕是对中共这个政权 有一点的推动作用 起码要有活动经费嘛 这活动经费 你是要有人给钱的嘛 那谁来给啊 那大家说 哎呦我给你的钱 你也太不浪 给你的钱 哪怕是给你50块钱 他觉得那也很冤 我都不敢给 我哪知道给到你 也落到谁腰包里面了 那所以一个没有真正组织化的这个状态啊 是很难树立信用 不会有资金支持 第四个 我就发现呢 我们这个反抗力量 整合不起来 如果你要是各自为战 倒也好 所谓的兄弟爬山 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你干你的 你走那条路 我走这条路 我们能包抄 挺好 但事实上呢 事实上 只要不整合 事实上就再大规模的挖墙脚 这个挖墙脚 这个相互抹黑打架 造成的危害是极大的 它是外边的 原来没在这个圈子里面的呢 你看你们这个乌烟壮气 我不来不 我们不谈你这个浑水 原来在里面的 可能有的人打打打 我不跟你扯扯扯扯 我怎么打 我不跟你 不跟你在这个浑水里面搅 行吗 对不对 因为人和人不一样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有的人是受不了太多 这个 我们盛雪坐在这旁边 我从13年到现在 我一直在观察它 遭受了多少的抹黑攻击 我诚心诚意 我说在整个民营界里面 我唯一最佩服的是圣雪文 我说我跟圣雪文 真的太差太远了 我不到它的这个万分之一的行李承受能力 所以这个组织化如果不能有效的组织起来 这些整个反共江湖人士 不但不能各自登山 反而会相互拆台 这是后果非常不好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呢 中国的民族转型必须以组织化为前提条件 也就是说 哪一天中国的所有的反共力量能够整合成那么两三个 有点规模的 下一个这个呼吁 就能够有起码上千人几千人上街 哪怕我们在温哥华在多伦多 多伦多我们六四的时候 每年六四搞个活动 那么多的时候也就几百人 现在刚才设计说的 这是其实是我们华人的耻辱啊 多伦大多地区六七十万五六十万华人 万分之一是多少 万分之一也是几百人呐 一万个中国人里面 找一个人出来 千分之一 对吧 对吧 所以 所以就是 非常非常 有的时候啊 想起来就很心酸的 所以我今天我呢 把这个观点 因为可能呢 就连我们在座的示威 也都不一定会同意我的观点啊 所以我呢 拿出来 因为我觉得 这是跟做几何题样的 如果你这个先进条件 前提条件要不满足 你是无论如何 你挣不出一个结论来的 所以我呢今天呢 抛转引玉 只是提出这么一个问题 这个组织化 是不是中国 民族转型的一个必要条件 我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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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的经常发言 问题也提出来了 现在已经进入到 怎么办的这个阶段了 所以我们这边呢 都是这个 绝大部分朋友 咱们都不是第一次见面了 也都是在这个 民主圈里面呢 经营了很长时间的 大家畅所欲言 好不好 每个人五分钟的时间,第一轮,五分钟没讲完还可以再来第二轮。 如果是要跟他们提问的话,跟这几位嘉宾提问的话,一分钟。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了。 我呀,原来全国政协的一个管理人员吧,也是干不错。 我是天文广场,蓝军车,就没烧军车,烧军车就坐在这儿了。 在这儿鼓动,在这儿说我身份是个记者。 然后呢,我的背后是也有全国政协的副主席啊,独家系。 他说我去天文广场组,不合适。 我说你去看看,不要在机关上班,晚上跟我谈谈。 就是受这么一个主组,我觉得这个是国家领导人了,对吧? 我是没有问题,我也想再升官,对吧? 为什么要升官,我来个处长。 就是这么个意思,但是我是亲身看到了这个中国革命的情况。 北京呢,是很齐心的,真是百万人上街。 这个东西还牵扯到什么? 就各是,大家没有想到自己之后会来秋后算账,对吧? 学生嘛,也比现在的香港学生嘛,稍微,就是,还是嫩了一点。 就是感觉到。 那连我在38岁,在广场,我就寻次于那个长胡子的。 你太过分,就抓你了。 所以,这么个情况。 等到六次开箱呢,我是一点半离开天文广场。 我带着我老婆。 老婆说你是独中者,家里就是你一个。